8歲的朱利亞日前和家人去到奧蘭多的海洋世界玩 原本開開心心在這裡餵海豚 誰知突然遇襲 朱利亞的左手被海豚咬住 差點還被扯下水 她手臂有幾處被咬傷 幸好沒什麼大礙 過程被朱利亞的爸爸拍下 海洋世界方面說已經即時派人幫朱利亞治療傷勢 估計海豚是見到朱利亞手上的盒還裝著魚仔 海豚太餵食才會咬錯手臂 澄清現場有指示 交到遊客餵海豚時要保持距離 不過朱利亞的爸爸就批評指示不夠清晰 她沒有打算控告海洋世界 只是把影片放上互聯網 警惕其他帶小朋友去餵海豚的父母要小心些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康文報導